圆龙紫微斧楼盘位于绍兴科桥 严先生说 2019年他在这里买了一套89方的房子 花了140多万 预计今年6月份交付 2020年的这个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基础基本上都盖起来了 我们发现我们的小区北面 有一栋三层高的这种 6米多高的这种建筑出来了 然后我们小区的群里面的这些业主 就会说担心这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也没告诉我们 严先生说 他买的是小区25号楼的一楼 房子还在建设过程中 不过之前他进去看了看 得知那个建筑是一个变电房 而且从他家北面的窗口看出去 正好对着这个变电房 就说我们不谈这个辐射情况 我自己是从事电器行业的这个工作的 我是知道供电 它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低频的电流的 肯定是会发布造影 我们咨询过相关的这个机构 咱们国家规定是40分配 以上不符合规范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利因素 我们北面是两间卧室 那肯定会影响我们家人的居住体验 严先生表示购房时开发商并没有向他说明过这个变电房的具体位置 所以目前的情况他很难接受 我们在买房的过程中 当时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销售去帮我们形容这个变电所具体位置在哪里 沙盘上的标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沙盘的实际位置和现实建造的位置是有差异的 售楼处里还放着沙盘 严先生介绍根据沙盘上的位置 他家窗口是没有正对着变电房的 但实际上这个变电房有一半是对着他家窗户的 另外严先生指出变电房作为一个不利因素 并没有单独针对他们25号楼体现出来 现在严先生希望开发商给出一个方案 尽量减少变电房对他们的影响 变电房这东西涉及到国家标准的东西了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公司那边有专门的 他们非常专业的一些对接人会跟你们联系的 后来圆龙地产营销管理部的何经理对此事进行了回复 他表示变电房是按照相关标准规划建设的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设计规范的话 其实这个变电房只要距离这个住宅超过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只要超过9米就可以了 距离他们家那边的话 我们现场之前也去测过 应该差不多已经有17米了 另外一个的话 像业主他其实之前也提到 就是那个噪音影响啊 或者说那个什么辐射影响啊 这些东西 那我们之前其实跟业主也讲 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方面的担忧 那我们到时候交房以后 我们可以找第三方来测 对于严先生提出的 沙盘和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以及核动上面对于不利因素的标注不够全面 何经理也进行了解释 沙盘这个东西呢就属于这样子 因为它是一个建筑方案的一个展示嘛 肯定会跟这个实际的一个房子造出来以后 肯定会有一个差距的 合同里面 咱们怎么没有把这个不利因素 给它标注出来 就是说25状 其实是变电所的位置我们是标注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标注的话是 28号楼的南侧 就是它25号楼的北边啦 这个变电房它是离28号楼是很近的 我们的整个设计就是卡着那个设计规范的 何经理表示 目前楼盘还没有交付 他们会加大变电房周围的绿化种植 尽量不影响严先生的视觉感受 同时也希望能够与严先生多多沟通 严先生答应再继续沟通看看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